这个女妖绝对是腰中白富美 只见她容貌精致又魅惑 身材凹凸有知又修长 骨子更是腰着又性感 最重要是全身挂满首饰珠宝 价值肯定超过一个小目标 多的地方还是360度湖景峰 风景美得像一副游牧发 她唯一的爱好就是扯着大咱们哀嚎 一嗓子下去 经过的路人都会为她着迷疯狂 丁献上自己宝贵的生命 但凡是总有例外 这天骑士小帅和她的队友 经过了女妖的湖景峰 因为实在太渴 就去湖里捧了一口水喝 不想一口下去 咬到了一颗大宝石 小帅高兴坏了 然而此时危险正在靠近 在湖中的女妖看到岸上 有这么多帅小伙就不淡定了 于是忍不住熬了几嗓子 还跳起了帮海 而湖边的骑士们听到女妖的歌声 一下子疯狂起来 纷纷跳入湖中 不想女妖的歌声能卫护人心 加上湖水太深 等到他们踏入湖心 就再也回不去了 纷纷沉入了湖地 而陈能鱼在湖边捞出宝的小帅 起初丝毫没有注意到周边的情况 等到他反应过来 就被眼前的情况吓坏了 只得赶紧后退 女妖看到小帅后退的行为也听到 因为没有人能逃过他歌声 于是他又吼了几嗓子 他把他妖娃的滑河舞跳里面 然而天生荣雅的小帅丝毫不受影响 还骑着骑马逃走了 好了一天的小帅终于累了 只得躺下休息一会 却不想直接睡着了 而此时不烦心的女妖 翘迷迷的来到了小帅身边 看着小帅长得如此俊美 身材还非常不错 女妖心动了 于是就抱着小帅睡了一晚 早上小帅醒来 看到身边多了个满身珠宝的女人 第一反应就是一把抓住她 但手感实在太丝滑了 让女妖正脱逃跑了 小帅看着满是珠宝的手心 高兴坏了 这可不能放过这个挣一个亿的机会 于是一路追赶着女妖 而女妖也被小帅吸引 一边跑路还一边不忘跳着迷人的舞蹈 就这样一路追一路跑 他们来到了一片瀑布下 小帅为了让女妖放松警惕不再逃跑 就把自己的剑给扔了 女妖果然被小帅勇猛的行为感动到了 于是就不跑了 他们俩终于来了个亲密接触 女妖吻上了小帅 然而一吻下去 小帅就吐出了一口的血 然而看着女妖满嘴的红宝石 小帅只能继续和他听 行到农时小帅反扣 一把把女妖压在了身下 看到女妖已对自己深深迷入 小帅立马来了一记铁头功 女妖不堪重力晕了过去 小帅就把女妖拖上了岸 看着女妖满身的珠宝 小帅不淡定了 于是疯狂的拔起了女妖的珠宝 就连她精致的黄金面具也没放 而被拔光珠宝的女妖 全身鲜血淋漓 还被小帅推到湖里 小帅捡起一马带珠宝 高高兴兴的上路 而被推到湖里的女妖 在湖水的滋养下慢慢复生 此时鲜红的血从山头上喷涌下 漫过了整片山野 还染红了女妖的整个湖水框 这边小帅扛着珠宝实在太累了 于是就跑到河边喝了几口湖水 等解完可才发现湖水已经变成血色 她被直接下滩了 瘫在地上的小帅因为喝了染血的湖水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耳朵居然能听见声音了 一下子山林里所有的声音都涌入她的耳中 这让小帅崩溃了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不知道怎么应对 只能拿着剑在山林里狂舞 还不停地砸着自己的耳朵 而此时湖中的女妖已经完美复活 看着自己已经失去所有珠宝的躯体 她痛苦流涕伤心不已 在她无比绝望的空隙她看到了岸上 那个让她失去一个亿的男人 于是她怒吼起来 并又跳起了她的绝活把河舞 已经获得听觉的小帅 这次没能逃过歌声的诱惑 在女妖努力地嘶吼下 只得跳着舞步迈入了深湖之中 最后沉入了满身尸体的湖底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网飞动漫神作第三季度 评分最高的故事 是由奥斯卡获奖导演 Fortomia都知道 在制作技术上 视觉效果更是达到了超乎想象的写实与戏剧成功 其中人物动物和湖水的多数 随光眼的视觉效果都堪称绝佳 但也有网友觉得这个故事剧情很俗套 同样是讲女妖的故事 但有趣程度和深度不及我们国人的聊战 如果让蒲松林来写 鬼异妹哥的黄金女妖爱上了龙亚男骑士 然后双双把家还 男骑士得到了女妖也得到了黄金 然后在爱情的蛊惑下 女妖不断地撕下自己的金片 并不见失去歌喉成为哑巴 满足骑士花天酒地的日常生活 最终金片殆尽 女妖的爱也消亡 化为人间利鬼 找男骑士追魂随命 而骑士渐渐被女妖的魂魄侵蚀 变成一只全身长满黄金鳞片的魔鬼 你们觉得如果故事这么写 会不会更好呢 如今夜的目标 个监察 好